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这几天呢,多伦多的天气还不错 白天的温度呢,都在10度以上 那今天呢,很暖和 现在呢,是13度 过去的几天呢,我每天都在花园里忙碌 把所有的preannual多年生植物呢 几乎全部都贴地剪了 绣球花,玫瑰花,这些叶子呢 也都差不多剪光了 工作量相当大 连着干了好几天 我这样做的目的呢,是打算在今年入冬前呢 做一个比较彻底的清源工作 我打算呢,趁这两天天气好 入冬前呢,喷一下石榴合计 把整个花园呢,都喷一下 其实这种清源工作呢,并不是必须的 尤其呢,是像我的这种多年生花园 但是去年呢,虫子特别多 我应该说是今年,可能因为去年的冬天是暖冬的缘故吧 特别特别多虫子,另外呢,我打算明年春天呢,种一点玫瑰,所以的话呢,就有必要呢,做一次清源 假如你的花园里呢,有几棵果树,有大量的玫瑰或者什么的话呢,有必要每一两年两三年呢,做一次清源的 这个呢,这个呢,就是我打算用的石榴合计,Lime sulfur liquid 我在Canadian tire买的,里面呢,有说明 冬季清源呢,一百二十五毫升 对一升的水 这个呢,是一个liter一升 差不多呢,是这一瓶呢,需要 对两加仑的水 我旁边的这个喷雾的瓶子呢,正好呢,是两加仑 但是我今天呢,不打算把它全部倒进去 我刚才呢,已经装了水,装了一点五加仑 那这个一升的瓶呢,我也打算用四分之三 装到这个瓶里 另外这个石榴合计呢,还可以用非常非常薄的溶剂 在夏天呢,喷你的植物,假如有什么白粉病啊 黑斑病啊,有虫子啊,有什么病都可以喷 但是呢,量呢,非常非常的薄 差不多是两毫升,对一加仑的水 我倒了差不多四分之三瓶 四分之三liter 然后呢,装了一又二分之一加仑的水 差不多就可以了,不用百分之百准确 另外呢,因为天气呢,还是比较冷 我注意到呢,这个瓶里面呢,是有结晶的 所以的话呢,你用之前呢,最好是摇匀 或者呢,可以用温水,或者稍微热一点的水呢 它不至于有结晶体在里面 这样的话,你的喷嘴呢,喷雾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被卡住 我这个呢,是一个气压喷壶 打好气以后呢,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这是一株玫瑰 上上下下 全部要喷到位 每个芝芝赶赶的都喷 这个石流合剂呢 它的灼烧感呢,非常强 所以的话呢,你操作的时候呢 戴手套 戴口罩 最好是给自己全方位保护吧 这样子 而且你喷的时候呢 不光是要把这个植株喷到 下面的土啊 周边呢,都喷一下 它可以杀虫,杀菌 包括虫蓝啊,什么的都可以杀 这个呢,是大叶绣球 喷的时候呢,我觉得这应该是很谨慎 我呢,已经把所有的叶子呢 基本上全摘掉了 但是你会看到,像这些新芽呢 它有明年的花苞在里面 当然有可能这些花呢 会在冬天冻死 有可能,但是也有可能成活 所以呢,喷的时候要注意 因为这个石流合剂真的是灼烧性非常强 像这些嫩叶花苞的话呢 全部会烧坏的 所以喷这个大叶绣球的话呢 只要把下面 枝条的下半部分 喷到 然后植株的周围的土 全部喷到就好了 假如那些花牙花苞的话 你喷到的话呢 我觉得这可能会导致 开不了花的 后面呢是铁线帘 我已经基本上全部剪光了 这些铁线帘呢 已经是木质化的老杆子了 这些都喷一下没问题 包括周围的土地 这是我前一阵子剪掉的一颗 差不多种了十年的铁线帘 我刚才喷的时候呢 没有注意到 喷完才发现它长了大量的新芽出来 但是已经晚了 这些新芽呢 有可能会被烧坏 不过我相信明年开春的话呢 还会有新芽长出来的 还有一些多年生的植物 像这个 在周围喷一下就好了 假如你喷到这叶子上的话呢 一定会被烧坏的 这是一种牡丹 同样喷的时候呢 建议只喷下半部分 以及植物的周围 因为你看它这么多新芽 有的呢会有花芽的 如果喷了以后呢 很可能会出问题 我刚才呢 已经把花园里重点需要喷的地方呢 已经全部很仔细地喷了一遍 那剩下的另外一些液体呢 就打算把它们 喷在花园的每一个角落 尽量呢 完全覆盖这个花园 这就是我最近几天 在忙着的冬季青园 那希望大家呢 花园一年比一年更美 谢谢